公共电视的戏剧节目《痞子英雄》 在金钟奖勇夺五项大奖 这部戏的预算高达八千多万 在国内是少见的大手笔 但是比起好莱坞大制作的成本 仍然是小屋见大屋 而导演蔡岳勋在得奖之后 接受公式新闻专访 谈到她是如何克服各种困难 坚持梦想 为台湾戏剧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景北片的情节 却突破了传统动作片的格局 偶像剧的卡斯 却拍出深刻的内心戏 今年在金钟奖大放异彩的《痞子英雄》 连导演蔡岳勋也无法定位 她是什么片型 但是给了一个名词叫做趋势剧 意思就是引领风潮 从构思到拍摄 《痞子英雄》孕育了五年才诞生 而在素食文化当道的台湾影视业 为什么愿意投注这么多的时间 蔡岳勋有一套独特的市场观 台湾现在的影视产业 在一个困境里头 是因为市场太小 大家苦于没有预算 所以没有办法选择题材 所以只能拍最轻松最简易的 或者爱情戏或者家庭戏 或者学生戏 但是我觉得预算跟市场 看起来是因果 但是其实反过来之后 它也是一种因果 你拍出什么东西 你才能为有多大的市场 不过虽然有天马行夫的创意 但在执行过程 还是碰到超乎想象的困难 其中大部分都在技术层面 台湾的资源比不上好莱坞 剧中很多爆破跟枪战的震撼场面 都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摸索 土法炼钢 这一场飞车追逐 更是把摄影师直接绑在车顶 近距离拍摄 不过这还不是难度最高的 痞子英雄的镜头 不但上山下海 甚至飞上了天 最后就是大家拿木板 把它钉在 锁在那个直升机上面 然后再把摄影机锁在 那个木板上面 然后再拿无数的沙带 把它压住 然后把它绑起来 绑到这样 它根本不会动 就是它看起来 就像直升机上面的 一个设备这样 然后再把我们摄影师 跟我绑上飞机上头 然后上去拍 辛苦的代价 是这个壮阔非凡的 高雄市空拍大景 导演认为值得 观众也大开眼界 另外一项挑战 是在高速前进的捷运车顶 拍摄追逐场景 这些以前在国外电影 才能看到的画面 痞子英雄做到了 而拍完这部戏 导演蔡月薰 也对高雄这个海港城 有了更多的想象 未来他除了要继续在这里拍戏 还要跟政府部门合作 打造一个影视基地 我们可以搭造一个很大的摄影棚 是像好莱坞那样 可以把顶打开来 让那个 因为高雄的天气非常好 它一年有三百片的日照 我们可以以太阳光 进到摄影棚里面 我们可以在摄影棚里面 拥有自然的太阳光 可以搭各式各样的景 这个影城不只是影城 未来它可以是 具备有观光力的 我们可以在海岸线边 盖营销飞车 让营销飞车看起来 是要重进海里的 然后我们有两艘参船 所以我来影城 参观的人 晚上可以坐船去海上吃饭 然后我们隔着一条跨海的桥 对面就是所有的 真正的影视的机器 创意带着梦想起飞 也为台湾影视产业 开启了生机 记者黄明明 马开心 郭俊玲 开北报道